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7月8日星期四的 接近中午时间 今次有我去楼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以得台仰 大家好 纽西兰的小白熊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今天要踢爆一下他们这班人 没错 那我们待会再慢慢讲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刘核然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精兴波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震 订阅了 如果有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会收到这个通知了 手机、iPad 什么都好 好了 我们回到我们今节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哇 这个铜锣湾真的相当之多怪人出现 手持这个白花呢 大家都明白你做什么 昨天除了王婆婆那么瘋之外 还有另外一些人 都是很奇怪 很奇特的 他们悼念的方式 较早前有人去挑机 拿椰菜花 一个椰菜花 椰菜花也是白雪雪的 有些种得浅色一些的品种 感觉上白白的 我拿椰菜花来也不行啊 昨天出现了一个挺过瘾的 就是狗姑娘 拿着狗粮菜 狗粮狗菜 就来在Sogo附近 走着走着走着 也都被警方截查他的 喂 你拿着狗粮菜走着走着走着干什么呢 你包狗纸啊 是吧 不是啊 他是悼念的 然后你不要碰我 你不要碰我 然后他在袋子里 原来他在狗粮菜那里 就是狗粮狗菜那里 其实就是房纸来的 他再在袋子里 暗一点出来 哇 原来是什么呢 哇 很害怕啊 警方大为紧张 其实现在真的 有些风吹草动都很怕 因为你不知道谁是 不知道谁有机会成为孤狼 因为昨天我们也说了 有个大姐 26岁的大姐 她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 她的胸口还穿着笑哈哈的衣服 原来是少女藏刀 有一把戒刀 哇 这也很麻烦 就算哪怕是一个王婆婆 或者一些好像26岁的这些大姐 任何人拿着戒刀 都是一定的危险性在那里 我们这个千万不能低估是危险才行 接着这个狗粮菜的大姐 她就相当激动了 激动完之后她在袋子里拔什么出来 拔一束线花 然后就闭上她的双眼 就摆出一个祈祷的姿势 然后宴吴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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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念 念完之后就谷光 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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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很平静的 接着 然后一旦拍张眼 那裡其實是很外眼的 那裡有這麼快的韭菜 九兩啦那裡有 一斤都不僅是九兩 剛剛九兩 不過有些人就為他叫好 我現在看MIV就說 懂得玩 帶韭菜去Sogo 給他一個手指攻他 這些人其實陣地就轉移了去MIV Facebook現在少了很多 少了 那我們再說一下這個 我不知道是真的瘋還是裝傻 警員即時警告他 你不要再做這些有關的行為 這個人更瘋 之後就把那些花綁在頭上 然後說我很害怕啊 阿Sir 怕什麼? 不知道怕什麼怕阿Sir警暴 就是這些 然後阿Sir都搖頭探飾 唉 你都 八年多 還玩夠的 不是 年輕的 這個女孩子是年輕的 年輕的 哎呀 還有沒有 唉 這麼年輕的搞成這樣 都算了你 你的餘生 都是在這個混為惡惡裡面的 唉 你扯吧 然後馬上有些記憶 真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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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沒有話說啊 只是說 我只是想去Sogo 然後呢 拿著這個九兩菜 進去Sogo 九兩九菜 進去Sogo 你說 是不是 麻煩呢 那其實 麻煩的 是麻煩的 因為現在有些人又說 那麽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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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其實有一幫人是繼續玩下去的 我想他們今晚可能用韭菜花 是啊 沒錯 有人在MeWe的回應那裏 拿了說韭菜都是花 然後下面是韭菜花 其實韭菜花很好吃的 我也喜歡吃的 其實韭菜花是比較好吃的 我自己覺得 韭菜花是另一個東西來的 韭菜花其實是韭菜的花來的 根據有些人說的 他們的頂上有些花在那裏 有人留了言 拍了韭菜花 真是麻煩 其實昨晚也有一些衝突發生了 也有 Sogo 和明電坊兩個都被你們搞了一頭 因為當時那裏就封了橙帶 因為有現場消息所說 有兩個人 就懷疑攻擊一個成人在那裏出現的 這些示威現場的女子 其後一個人就懷疑襲擊又另一個男人 變成了文斗文大打出手了 這件事我們有一點點在我們今天的芒向早晨都有提到的 帶上警車 不過不用戴手銬的 擾讓了十幾分鐘 說那個拿了十字架 他拿了十字架 然後哎呀哎呀 就滾了落地了 後來都被送上警車 送院的時候都是叫做清醒的 搞得很嚴重了 因為左有一堆 右有一堆 是的 會很令人有風吹躁動 因為很害怕 會不會混亂之中 有人乘機走出來搞事呢 你是防不勝防的 昨天那個哈哈笑的姐姐 袋裡原來也有這些的 然後突然間這邊又殺了一個黃婆婆出來 喊這裡又有舉十字架 那裡有九兩菜 哇大哥 怎麼行啊 是不是 整個銅鑼灣搞得好像都不知道怎樣 那麼多人古靈精怪 真的多多不少 真的多多不少 黃婆婆這件事更好笑 那時候哎呀 香港人一個都不能笑 哈哈哈哈 那個人那個吉警纜都騙了 那怎麼辦啊 是不是 是啊 那怎麼辦啊 可以做些什麼呢 但是不希望香港人 因為這些事離開世界 那又說 為什麼你拿著絲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粒水啊 人家問他 你是不是來悼念啊 什麼啊 什麼啊 不是 它不是不是 鮮花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的 哈哈哈哈 這樣啊 很有哲學的道理 味道很重啊 是吧 哎呀 挺難搞啊 這位黃婆婆 很難啊 很會玩啊 這個老手來的啊 那昨晚也有一個 這個相當之 令到那些黃媒 又很興奮了 但是呢 我覺得 在警方的角度來講 也都很無奈 因為給那些黃媒呢 可能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來圈染了整件事啊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好像又說 哇 又有疑似 又有孤狼出現啊 那他是不是 真是一隻小小的孤狼呢 就說了 昨晚呢 其實大概是11點多了 那我看到那位阿詩呢 就被警員送了上警車 那我送上警車的時候呢 看到也有記者 你叫什麼名字啊 那些全名是什麼啊 就說了出來 那他呢 就說其實和幾個朋友呢 就在蘇稿附近呢 就被警方截查的 那其中一個呢 穿著水箱 那背囊裡面呢 搜到呢 防毒面具啦 戒刀啦 鉗啦 這些物品的 那後來被警方戴上車嘛 另外那三個朋友呢 就可以獲准離開了 那其中一個 留聲呢 就跟記者講了 其實呢 我們四個呢 就在銅鑼灣吃完飯了 準備 坐車回家的時候呢 就被警方截查了 那被帶走的呢 就說是一個朋友 是一個地盤管工啦 那今天呢 就是他們昨天被捕嘛 那個人就 帶了上警車啦 他們說他們 其實那天呢 是要上班的 所以那背囊呢 才有這麼多的工具 收工 就約了幾個朋友呢 就一起吃飯 那也都說了 喂 其實他有給了一個工作證啦 和那個管工的證件啦 但是呢 都仍然聽到呢 警方以藏有攻擊性武器呢 就將他拘捕 然後再帶了去灣仔警署啦 那究竟呢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其實 暫時呢 都沒有什麼新聞看見的喔 他有沒有 將這些武器 或者將這些 攻擊性的東西呢 在阿Sir面前展示啊 會不會有 在阿Sir面前想做些什麼呢 而被警方拘捕呢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所以呢 我覺得 不要這麼快一口咬定啦 因為現在那些黃媒就玩到 就說 哦 亂拘捕人啊 連 說明是地盤管工 這些東西呢 在身上 這些工具在身上 其實有什麼出奇呢 現在就在那裡說啦 就說 說到警方亂拘捕這樣的 似乎呢 他們又有新一律的文宣呢 就準備做出來喔 嗯 所以現在都幾麻煩的 我怕啦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人呢 就扮了 就是 將自己化身成為 一些技工啊 或者呢 一些藝術家 藝術家 藝術家也是這樣的啦 他弄些什麼 雕刻刀啊 戒刀啊 就是 可能拿其他不同的工具 在手那些嘛 待著一身 到處走啊 特意去挑機啊 其實現在陸陸續續 我們法國都算多了 這個拿著韭菜那個呢 我懷疑他也不知道是否去裝的 這個 這個 突然這個 他很少能買這麼大的糗菜喔 是吧 如果 弄餃子 一般來說 看你做什麼多的 就是 我自己的網絡 是多是多一些的 如果他 真的需要用到這麼多的 都是需要的 但是他很明顯 這個人 就專門拿一棵這樣東西出去玩的 就是為了 吸引眼球 為了 搏劍步 為了被人拍照 那他這次就做得成功,是不是? 為什麼呢?已經說明了,不要在SOGO加重警方的工作負擔 擺明是向警方挑釁的,這些人做的事情 騙化都不行,好,我就大波菜,吹呀? 大波蔥 或者大波蔥,什麼都好,總之有大波東西 我最怕像是整個花牌,或者整個紙紮那些,金橋銀橋啊 那些都整個拿著走在街上 是呀,專門就是搞搞鎮,擺明就是挑釁 你出去,我就不彈,彈出彈入的,怎樣? 最怕是這些,整個紙紮公仔這樣拿著街上走 同男同女啊,要給他上路啊,在那裡喊啊 差點是沒有人拿什麼叮叮茶茶去叮啊那些呢? 吹些打那些那些,會不會呢? 啊,街頭表演,吹一下兩下不行啊? 這些人呢,為什麼我們說勸一些 網友好聽眾好少些去銅鑼灣呢? 起碼都不用等阿sir對眼睛瞄到你嘛 你多一個人呢?那我也知道,網友好聽眾呢? 都是正正常常的,可能真的有需要才去銅鑼灣 但是假如你出現在現場的話呢 警方他的目光就要留意你 甚至乎呢,留意你身邊的人 會不會有些什麼古怪呢? 其實你試想像上我就知道了 你太多這些古靈精怪在那裡出現呢 某程度上就會成為一些真真正正的孤狼 他們的掩護來的喔 這是幾危險的事來的,我是很擔心的 會不會有下一個這些刺警男的人 或者男也好,女也好,會存在呢? 你太多這些煙幕呢? 會令到阿sir呢? 他們自己都會變得神經緊張 是的 在我MIV那裡,整班人在那裡研究 究竟還有些什麼出來搞啊? 還是怎樣的? 我覺得就不用研究太多的 他們奇奇怪怪的走出來,裝鬼裝馬 已經是令到警方 現在已經是相當之難搞 總之調停了 有些人出來互相搞到 市民之間,有些衝突啊 這個也都是不是那麼好的現象 本來這些衝突 是留於在網路上大家互相這樣吵架的 現在不是喔,現在變了街頭化喔 究竟再演變下去呢?究竟會成為什麼情況呢? 看得出來是分開三個玩法 一邊的就在網路繼續 你又罵我,我又罵你 拉多一個,一邊又覺得很開心 拉多幾個 另一方面的就說 我們想更多東西出來 就叫大家嘗試去 當然了,建盤戰士的那些軍師 叫你去的 也都會的,有很多不同的人都會走出去 這裏是一方 就是網路的一批 實際行動派呢 又有那些什麼狗姑娘啊,狗娘菜啊 還有那些什麼地盤管工啊 為什麽你四個裏面只有你一個呢? 其實我覺得已經有原因了 你這個給一點點時間呢 警方到時再公佈一下 我覺得會好一點點 還有這樣會公平一點點 再者,還有另一方呢 就是這些媒體 究竟要怎樣處理這些事件呢? 怎樣去報導呢? 雖然他們沒有下手去悼念啊 什麼擺花也好還是怎樣也好呢? 如果他們將這些不能夠悼念 或者他們嘗試去悼念 或者這些被拘捕的人 用他們一些媒體的手法 去操作了給一些黃友 令他們深深受到這個滾動呢? 他們呢 一定又會進展到就是那個了 明知自己 雖然是精神病 但是沒有關係 那個情況又會再出現的咯 又是這樣啊 哎呀,又再出來了 好差啊 突然出來啊 抗爭到底啊 最怕呢就是 你這樣玩一下玩一下呢 他們原本不是孤狼呢 都變成孤狼啊 這是挺令人害怕的事來的 其實還有另一批 就是好像這些 擺到明了 要挑機的 要做壞孩子的 你說要不要去東 我就偏偏要去東 你說去西的 我就偏偏又是走回去東 就是這樣解了 哪些呢? 另一批 好像這些叫做港大 那個學生會裡面呢 就發起了那個 直接說要悼念這個人 緊急會議等等 那其他的大學呢 會不會訪校呢? 其他不同的團體呢? 會不會繼續這樣去訪校呢? 也都會牽起另一番的新風雲的 距離這位吉警男呢 他就化成飛灰之前呢 相信一定會做一番的龍爭虎鬥 繼續在搞的 沒錯 是啊 石章你有沒有補充一下 對於這幫人在MIV有些什麼奇怪的事情? 還在看著 但是很多 其實 越來越奇怪 他們 就是會搞到警方執法很困難 就是他們有些事情 我們 只能夠講一部分 一般 守法的市民我們建議 就是 就是出這個非常的時間 出街的時候 就是當自己去坐飛機那樣 就是在身上盡量不要帶離奇 現在是非常時期沒有辦法 就是不要令到警方執法更加困難 沒錯 唉 還有 現在他們出了一個新的手勢 不是五一了 就是掩了 掩了 掩了胸口 好像那個吉警男 最後的時光一樣 用手掩著自己的胸口 不如這樣吧 你穿那件 你穿那件白色衣服 那裏就染紅它就算了 那就更像了 好嗎 我最怕是 有些好像吉警男那個人 那樣的身形的人 穿和他差不多的衣著 在銅鑼灣走著走著 那就更可怕了 真的 穿到像這樣 接著呢 用手掩著胸口 走著走著走著 就差不多身形的 哇 那真的更可怕 我想 這陣子銅鑼灣 真的都 都不知道走到什麼 衰的地運 唉 搞到這樣 那何苦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暫時呢 這次來到這裡 我們接下來 再看看有什麼情況 就跟大家一起再分析吧 好嗎 好 今次多謝大家 拜拜